LINE更新後 要把LINE的被噴從舊手機換到新手機 變更容易啦 欸 我問你喔 我要怎麼把LINE移到我的新手機啊 欸 我記得很簡單啊 它應該會有一些步驟吧 或是 你不會 你就上網看一下教學就有了啦 來來來來 喝茶啦 你好 你好 這個 沒有 它在研究那個LINE的那個換機備份 就是資料要跑過去這樣子啊 資料要跑過去 那個LINE更新版本到9.2.0之後 整個換機流程都變得很簡單啊 啊你們怎麼不會 怎麼可能 就這樣刺刺勒 這樣就好啊 欸 小芸 你看 我換了新手機 真的耶 我現在把LINE從舊手機換到新手機上去 欸 我很久沒換手機就是覺得換機太麻煩了 不會啊 很簡單 真的嗎 我吃飯給你看 好 我等你 欸 我換好了 這樣就換好了 換好啦 這裡的小事根本piece of cake 欸 很厲害 你趕快秀給我看 好 我教你 因為我都看貝爾的影片 今天要教大家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你換了新手機之後 你的手機號碼沒變 那第二個方法呢 是你換了新手機之後 你的手機號碼也跟著換了 那我們在把LINE從舊手機換到新手機之前呢 我們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啊 我們要在我們的舊手機上面 綁定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還有設定密碼 在好友的頁面可以找到設定 然後這邊有一個我的帳號 在裡面就可以找到電話號碼 還有電子郵件帳號密碼這邊的設定 那電子郵件帳號跟密碼 其實就是你登錄LINE電腦版時候 所要用到的帳號跟密碼 那你電話號碼跟電子郵件 都只能綁在同一個LINE上喔 第二件事情啊 就是手動備份聊天紀錄 如果你不在乎你之前的對話紀錄會消失的話 其實就可以跳過這個步驟啦 LINE在轉移的時候 它有分成可轉移的資料跟不可以轉移的資料 像是聊天紀錄 它就是不能被轉移的資料喔 但如果你是IOS轉成IOS系統 或是Android轉成Android系統 在同系統之間你可以利用手動備份 來備份你的聊天紀錄 把它從舊手機轉移到新手機上面喔 下一輩要示範的是Android的備份方式 那你在LINE的好友頁面裡面的設定 聊天 備份及復原聊天紀錄 裡面這邊就有一個 備份至Google名端硬碟 你點它你就可以把你的對話紀錄 備份到你的Google名端硬碟囉 那IOS的備份方式呢 一樣是在好友的頁面 然後設定 下面有個聊天 備份聊天紀錄 然後你就按馬上進行備份 那大家記得這些對話紀錄的備份 其實都是跟著你的iCloud還有Google帳戶喔 我們現在進到換新手機的過程囉 我們現在教的方法是 你換了新手機但是號碼不變 而且IOS跟Android的換機方式其實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拿的是iPhone來示範 拿出你的新手機 然後我們登入到你新手機下載LINE裡面 那在最新版本裡面呢 它就只有開始使用這個鍵可以按 然後我們就要輸入我們舊的電話號碼 就是我們原來舊有的電話號碼 然後它會傳送一個認證碼到你的手機裡面 輸入簡訊剛剛傳過來的認證碼 輸入完之後它就會說 欸電話少女歡迎回來 我們現在找到你的帳號囉 然後你就按這是我的帳號 然後你再輸入LINE帳號的登入密碼 我們剛才前面說的LINE帳號的登入密碼 確定轉移我們的帳號 然後好友的設定啊 像我自動加入好友跟允許被加入好友可能會取消 然後在復原聊天紀錄的地方 就有透過備份資料來復原聊天紀錄 你就點它 好這樣我們資料就回來囉 你看這種備份方式是不是變得更簡單啦 如果這時候你的訊息備份失敗的話 你就可以看一下你的新手機 還有沒有登入iCloud或是Google帳戶 如果有的話 iOS用戶你就可以刪掉LINE的App 重新下載 然後再重複剛剛我講的動作 如果你是Android用戶的話 你就可以在LINE的頁面 設定、聊天、備份及復原聊天紀錄這個頁面 你按復原 你就可以手動回覆備份囉 那如果你是iOS換成Android 或是Android換成iOS 你就可以直接跳過這個回覆備份的動作啦 第二個方法呢 是你換了新手機之後 你的新號碼也換了 那你首先呢 要先拿出舊手機 是舊手機喔 你在舊手機的LINE上 一樣到設定 移動帳號設定 你點進去 你要開啟移動帳號 接著拿出你的新手機 在新手機裡面也要下載好LINE喔 然後進到LINE裡面 一樣就是有開始使用這個鍵可以按 這時候他要輸入你的電話號碼 這時候要輸入新的電話號碼喔 輸完新的電話號碼之後 他就一樣會傳送一個驗證碼給你 讓你填 驗證碼填完之後 他就會問你說 你是否已經擁有帳號 你就按移動帳號 那他在選擇登錄方式的時候 有兩個 一個是用舊的電話號碼登錄 或是你是用電子郵件帳號登錄 然後你就輸入你舊的電話號碼 輸入進去之後 還要再輸一個LINE帳號的密碼 LINE帳號 他就問你說 你要移動帳號碼 你就點繼續 輸入完密碼之後 他就會問你說 你是要用電掃上你的身份登錄嗎 我們按登錄之後 他就可以設定好友啊 然後跳到最後一步就是 復原聊天紀錄啦 那我們一樣就是 透過備份資料來復原聊天紀錄 這樣子就完成囉 LINE再更新到9.2.0的版本之後 整個換機的流程就變得更直覺 也比較不容易做錯 只要你照著菲爾的教學 以後換機的話 就不用怕失敗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我們個like 別忘記訂閱電話小鈴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大家掰掰 欸你媽媽很強欸 怎麼會 我是電話小路的老母欸 果然這樣還是老的辣 對 換機的麻煩 不會很簡單 真的嗎 那 我示範給你看 等一下再一次 好啦我就很想喝 好啦再一次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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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